有關於情資的部分 這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除了我們鎖羅門的鎖管 有充分掌握情資之外 我們也跟一些有盟國家 有情資的交換 派遣我們的政務次長 許志潛到鎖羅門去 就是希望能夠在最後的關鍵 能夠再做一些努力的作為 看是否能夠挽救我們的邦交 除了請徐次長到鎖羅門去之外 我想上個禮拜大家也看到 就是我們請鎖羅門的外交部長到台灣來 這個也是我們努力的一部分 包括我在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時候 跟鎖羅門簽訂互免簽證協議 當然這個都是我們努力的一部分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外交部門真的花了很多心力 希望能夠挽回跟鎖羅門之間的外交關係 第二個問題 有關於政治責任的這個部分 我必須說 面對中國我們從來就沒有示弱過 這一次我們整個外交團隊 也勇敢奮戰到最後一刻 既然結果是這樣子 我也已經向總統表示我會勇敢的負起政治責任 謝謝部長 聯合的西文 不好意思部長我還是也是要追問一下我們對請鎖掌握的問題 因為我們好像在 因為這一次其實斷交是進入一個拉鋸戰 然後我們一直都掌握情資好像都 不知道是不是過於樂觀 然後對於國會的掌握也都認為是 多數議員是支持我與台灣維持邦交 可是到後來 現在這個投票結果 好像不是如我們所預期 這是我們一開始 就是中間有什麼曲折 還是說是中國的施壓 還是說我們的情資上的掌握有所不準確 這可以請部長回答一下 謝謝 非常謝謝你這個問題 我再說明一下 就是有關於鎖羅門的情勢 我們都是隨時在掌握 而且我們擔心說我們掌握的是不夠確實 我們也跟一些有門國家都有充分的 這個資訊的交換 所以我們對於當地的情形 我們是非常的了解 但是索羅門總理今天召開了內閣會議之後 目前確定要跟台灣斷交 而在斷交之後 我們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只剩下16個 你所看到的是外交部長吳釗燮 目前正在回答記者的提問